东河乡太原村的垂球场地原本是一片杂草重生 经过了一番整理之后 如今成为了许多运动赛事的竞赛场地 像是垂球或者是传统体能竞技等等 而东河乡长就表示 未来公所预计将会在这里打造成为运动公园 让乡民可以来到这里散步以及运动 提升运动风气 当正们开心的进行垂球比赛 而能在这一块宽广的地方来运动或者是比赛 都是经过一番的整地后才有现在的场所 原本这一块地都长满了杂草 犹如荒地一般 经过整修后让太原村的村民 有了一个可以练习垂球 以及在河岸边散步的步道 我们的运动公园 以后这里包含有垂球场 让我们的老人家也可以在这里散步 甚至于我们还会再延伸一些计划 甚至于往底下 这个都有一些那个剑走的步道 而这片场地不只可以提供当地村民作运动场所 也能进行多项运动赛事的比赛场地 像是日前所举办的垂球比赛 以及传统体技能竞赛等赛事 而另外东河乡乡长表示 未来将会种植桃树以及礼树 让到来的村民也能找回小时候的回忆 因为传统的太原 大家都知道 它的两旁 它都是一些桃树 礼树 那我们也会在这个地方 多种植一些桃树礼树 让大家怀念起小时候的太原 近年来垂球运动风气 受到不少长辈所喜爱 每每到了垂球赛事时 都会吸引非常多的对数来报名 也希望藉由运动场地的出现 让长辈们走出户外来进行运动 记者看这里东河乡报道